来自山西的罗素卿 对家的感受一直在变化 我刚在见你三天了 你怎么能把我二汗走了吗 他一直可盼着有个人 能带他走出痛苦的泥潭 你在哪里啊 你怎么不能救我啊 盼望多年的那个人 能出现吗 在他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大姐欢迎你 董老师好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你欢迎你 大家好 我来节目就是找两个人 找两个人 一个找我的亲妈妈 一个找我的亲女儿 他们都不认识 这样您从头讲讲吧 到底怎么回事 是怎么分别和他们分开的 我的老家是贵州的 我也记不清楚我是 可能就是大个人就是个十六岁吧 十六岁那年 我去跟我妈妈买油 走到楼上 就出来一个蒙面 锅子很大 很高 他说不许 叫话 你跟我走 要是叫话 我都把你杀了 我都没办法 都只好跟上他走 走了 我也记不清楚是 好长的时间吧 上那次都蒙住我的年了 有一次吧 他与着个阿姨身边也有个孩子 他就说呢 阿姨给你个糖 你想吃吗 我都心里想着这个阿姨来救我 我想哭啊 最后拿着把我 拿着那个没让的地方 你把我打了一段 他说不许哭 以后不许和别人说话 我也担心 心里想哭也不敢哭 也怕他打 心里都是这样 卡了 不管与这个啥人 都不许和人家说话 我也不知道是去哪个地方了 也不让我说话 我也看不清楚 都来了上席 卖给这个人家了 卖给人家当媳妇 他都经常打我 也打着我死的打我 那时候 下来 我的妈 你在哪里啊 你怎么不来救我呀 楼楼经常跟我讲 你长大了 要求见你妈 要请你妈 你妈妈不愿意赢 她也要脱穴 要是说吧 今天不是我爸爸妈妈咯 这个都是我心里 一辈子都给漏酒了 我这就后悔一辈子了 我要心里想跑 不敢跑 就连上唱说 她也帮我看的 不让别人结定 晚上有了孩子 我孩子心里是想跑 可是我又舍不得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没有妈 怎么活 怎么活 我不能丢好孩子 不管 这后我就让 后来一共生了几个孩子呀 两个 老大是个儿子 老大是个儿子 老二是个女儿 12岁的时候 我在地里干活 12点回来家 就是我闺女 她给我那个葡萄 和白菜 回哈一胡瓜 哎呀当时我看见我也很感动 我闺女都说了 妈妈我看见你很累 很苦 就是我想帮你做一点啥 我说你长大了 会帮我 你好好地烧手法 好好地念字 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我舍不得让我这两个孩子 实在是真理 我提起来扫他呢 后来呢 又发生什么了 后来就是我的弟弟干活 晚上回来 我就找不见我的女儿了 那时候女儿多大呀 那时候女儿也就是个十六 跟你当年从家里被拐出去的年纪 是一样大的 一样大的 最后我就问 回你去哪里了 最后我的儿子就说 我爸爸躺上去了 把他打的胳膊断了 把胳膊打断了 我妹妹跑了 天也黑了 我都去找 找来村口火啊 村里啊都找 没有找见 我都回去问他 我说你要为啥打呀 有啥话不好好地说嘛 他就又打我 把锅也砸了 把电视也砸了 我小子都说了一句话 妈妈你走吧 我说我不能就叫你走 他说他都是这样对你了 你出去投你的火米吧 妈妈 你要是不走 我就不认你那个妈 我会照顾自己的 你 你还是走吧 我都出去找我的女儿 我身上也没钱了 穿那个烂毛衣 我就没有吃的 没有做出 我也不知道走的几点 我就在那个球地上过了一夜 我就说了孩子 你去哪里了 你应该走妈妈嘛 你不应该跑嘛 那就我说是我 我坐我以后妈妈 我没有保护着你 我就两个手抱着这个腿 坐在地下我都哭 又怕雨就坏了 也有点害怕 我也要去 就走亚楼往下走嘛 就到了太原了 走了多长时间呀 走到太原去了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时间 那怎么生活呀 在太原 我就天天留在那个 很多垃圾那地方 我也跟时也顾不上那么多 捡了垃圾吃 有一天嘛 我也记不清楚 狠狠狠的了 都一对一个大哥 他就问我 他说你怎么在垃圾桶 你捡了吃呀 最后我就说我饿 他说你得嫁了 我说我没有嫁 没有饭吃 当时吧 那个大哥他都说 我领上你去吃饭 领上你去吃饭 我不敢去 我怕他坏了 我又怕他不能 我就人番子 把我怀卖了一回 我就不敢坑上 帮他走 最后他就 他说人我是好人 不怕 我领上你去吃饭 他就把我 演到一个饭店 跟我吃了酒着 就看他了 也是走怕了 我就不敢 吃了个人 他说不怕 大哥不打你 你家在哪里住的 我送你回家 我就哭 我说我没有家 没有家了 他说你不要怕 我明天我还来 我还来给你吃 他是好人 我都想跟他拿走 我也怕受到别人的害 说个呀 是跟上他呀 是个坏人 帮我又打我呀 又这么了 我还是又是怕 我说是 这个哥哥 是不是好人呢 我要跟上他走 人问啥 救了我 然后他说 我不敢言你 我也是一个人 我怕别人 修复我 说闲话 我说你要回家 我也跟上你回家 嗯 他走到那里 我都要跟他 我不让他走 他说呗 实在看见我可怜了 就说说 二号吧 这个 又怕发生什么事 又怕 雨都坏了 又怕狗 这个都把我眼上 嗯 就回了家 他家里有谁呀 我就 我就一家门 我就看见 有个老婆婆 那时候我都想啊 想着 想着是不是 我的妈呀 我就这样想 他妈都说了个 孩子来 不怕 我就感觉到 回到我的妈妈 面前头了 怀里了 我就也想感动 也想哭了 我就感觉到 和我的妈一样了 我都 感觉到我好温暖啊 她妈也就是一个人 一直在那里住的 住的呢 反正是她走到那里 我就跟她那里 就见了三天嘛 她妈都躺在口上 都 水也不喝 饭也不吃 人虽然是不想了 她那个手 还是想捅我那个手 我现在也是那手 我都 我都大到了后 我说妈 你怎么了 你啊 我刚在见你 你三天了 我说你怎么都 把我儿子喊走了嘛 回到过去 一个人好孤独 就感觉到就是那种 她妈本身都身体不好 岁数也大了 她妈妈妈是这种想 有个儿媳妇了 可是我想的是 我的妈 最后下站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 就去工地上了 做什么工作呀 就是搬砖呀 抽泥呀 捡不疯啊 拉杆滚啊 我们都做 高大哥的关心和照顾 渐渐温暖了罗素卿的心 对于流浪半生的罗素卿来说 和高大哥在一起的日子 是最幸福的 因为自由远离家乡 与亲人失散 受尽磨难的罗素卿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和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 我的爱人疼我 爱我 吃呀就我吃饱 穿也是都给我买好衣裳 我喜欢的都给我买 我这个都是他我买的 我也平时就舍不得买 我说不要乱花钱 咱们没有钱嘛 他给我买还上午都喜欢 我都很感动 我很高兴 做饭还有这个洗衣裳 都是他在做 他都舍不得让我做 吃饭不管吃啥 我都会想起我的妈 想起我的妈妈爸爸 和我的女儿 不管我穿点啥 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我也有栽赃 我怕我的女儿和我一样 我特别累就我特别伤心 女儿离开你有多少年了 今年六年了吧 六年了 算起来她应该二十二岁了 二十二岁大姑娘了 就是像这一过月吧 我就在这个街里 穿有个练书的孩子 他那个头发呀 和穿那个衣裳啊 还是那个身材 很像我那个褥子 我都脚跑了了 跑了了不 我骨骼都把这个啊 拿过来 拿走 我说呢 鬼女儿你在哪里了吗 我好久啊走不见你 你去哪里了 这个娃娃说了嘛 哎呀 我不是你鬼女吗 你是不是人家错了 经常做过梦啊 梦见的是娃娃回来的 不敢相信是 到底我的娃娃是 到底在哪里的 她说吃饱 吃不饱 白夜里好像就是 梦见我妈妈有时间 梦见我姑娘 大喊大哭 我把她吼醒了 她就说 你怎么了 我说我又梦见我妈了 拉她也又不见了 我说我就是 怕见不得我妈了 她说不怕 不要怕 我一定要帮你走 一定要走见你妈 走见妈 走见你妈 你如果说 你愿意跟我活 你就跟我活 你愿意不跟我活 我也走见你妈了 也放下呢 你爱人真好 真是一心一意地为你好 老公这么帮助你 那今天你来北京求助 他陪你来了吗 来了 高大哥 在哪呢 我们把他请上来吧 我们掌声欢迎这个 好心的大哥 来 欢迎你高大哥 住得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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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请坐 高大哥 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想帮助他 对 我不是忘他了 他是事物里面 那个贵卖的 贵卖过来的 既然要找家 我也再问问罗大姐 你知道你的家是贵州的 你具体知道 是贵州什么地方吗 贵州新龙县 水业子长 他的朋友都给我查了个地质 查出来了 就一面了 不知道一在哪个村里给拿 我忘画了 走不见了 我这话字还不是 你不会写什么 贴电视了就坏家 那个电视了 就要去播那个面 罗素青从小没有读过书 不认识字 也没有任何法律意识 虽然从16岁起 他就遭遇了拐卖和家暴 但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向公安部门求助 他惧怕独自出门 只能和同样没有文化的高大哥一起 一边在工地上打工 一边寻找女儿 打听老家的消息 现在罗素青最大的心愿 就是找到妈妈 找到女儿 全家团圆 我们也听听各位嘉宾 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家暴和拐卖 都是非法的 都要接受法律的陈处 只要当事人 及时地向公安机关反映 我们能够迅速地 来侦查破案 同时解救被拐的妇女儿童 不管多长时间 公安机关的工作是不会停的 相信公安机关 一定能够帮他们找到情人 好 谢谢 今天咱们既然两个寻找的这个求助 我们希望都帮您完成 如果大伙开开门 我们先帮您找到家了 找到爸爸妈了 您还能认出来吗 三十几年了 三十多年了 老子刺激的 我有时间都不记得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好 来 有请 罗素星大姐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远 您在等着我容易的平台上登记的 寻找家人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那么根据您的回忆 您是来自贵州省尊义市的一个小山村 在16岁的时候被拐到了山西 之后生下了一双儿女 而您的女儿是在2013年 被父亲打骂之后 离家出走 从此就跟您失去了联系 女儿身高大概是一米左右圆脸 那么为此 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 以及山西的志愿者联手展开寻找 您已经提供了线索 我终于立即组织准备进行扬盖 寻找线索 协助新州警方共同寻找 同归混的下落 2019年我们接到您 寻找家人的求助信息后 立即在宝贝回家 寻资网站和等着我官网 进行搜索比对 同时我们的志愿者 根据您的回忆 在多地进行寻找 在山西志愿者 寻找罗素卿女儿的同时 我们贵州志愿者也行动起来 根据罗素卿提供的家乡 大概地址 和家人姓名 我们迅速地在贵州当地 进行了实地走访 那么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家 又能不能为您找回 您日夜牵挂的女儿呢 加油 等着我 谢谢 好 下面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请罗大姐自己走向希望之门 妈妈 我想你了 你这爱你了 今天不是说我爸爸妈妈了 我姐就后悔一辈子 女儿 我想你了 你在哪里啊 为员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妈妈 要是说我的妈妈 怕见不得我妈了 她说不怕 我一定要帮你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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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 您的女儿我们暂时没有找到 不过也请您放心 我们接下来一定会为您集结 警方民众部门和救助站各方力量 我们进行个联合寻找 同时我们等着我栏目的融媒体平台 也会持续不断地为您发送学人信息 我相信在更多人的参与之下 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将女儿找到 谢谢 罗大姐 虽然女儿没来 但是 你的爸爸来了 看爸爸来了 对 老大姐 来 你看看二哥 爸爸二哥 好好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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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醒了醒了 醒了醒了 醒了 不是妈妈 咱们坐过去再说 咱们坐过去再说 坐过去再说 认识我到家里面啊 罗大姐 你记得是没错的 你的家就在贵州尊义 但是因为时间长了 这个村子有搬迁的情况 搬了17年了 对搬了17年了 老父亲86年到现在 一直在找你 到处找找不着你啊 罗大姐 你刚才不是开门的时候 一直在喊妈妈吗 我知道你最想见的人 一定是妈妈 妈妈也特别的想你 而且妈妈知道你找到了 也非常想来 但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她不能来到现场 我知道 妈妈本来都身体不好嘛 是 但是她托我们 给你带画了 咱们来听听妈妈说了什么 行不行 嗯 来 你女儿找到去了 你高兴吧 我高兴 你家女儿叫她名字 叫老公学 有她话和她说没的 我高兴她 我高兴 你是想她 开始吧 开始了 开始是你妈妈了嘛 妈妈说高兴 妈妈说想你 是 我也想她 妈妈还挺好的 哦 咱们要是 能第一时间回家回贵州 就能见到妈妈了 好不好 好 嗯 您和女儿都是家暴的受害者 如果我们做个假设性的提问 你的女儿碰上了一个男友 不尊重她 不爱惜她 甚至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她 您希望她怎么应对这样的情境 我觉得她也会走公安保护她 嗯 对 特别好 谢谢 我希望所有在婚姻关系中的女性记住一点 不要活成一个让妈妈担心的女儿 保护好自己 必要时候寻找我们警察的支持 谢谢 谢谢 所以我在想 我们在寻找女儿的过程当中 目前还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我想女儿会不会也可能是因为害怕 不敢回到这个家 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想女儿应该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对 希望你也早日跟我们联系 早日回到你的这个家 谢谢啊 先回家 先回家看看妈妈 谢谢 我们继续帮你找女儿 离家三十四年 丢失女儿六年 罗素卿一直希望 能有人可以帮助自己 好心人高大哥伸出援手 彻底改变了他漂泊流浪的人生 现在在各方的努力和帮助下 罗素卿终于见到了失散三十四年的亲人 随后他和高大哥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回到了爸爸妈妈的身边 但是我们的寻找还没有最终完成 因为罗素卿的女儿董桂凤 目前还没有找到 如果董桂凤能够看到这期节目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知道他的消息 希望第一时间和我们联系 如果你有学生需求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以及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参与报名 谢谢 我要找到你 多少年不管 无论你会再 世界难以断 你要等着我 拨开了人海 到你的身边来 我离开